画面中可以看到 镜头周围的树林处处都是烟消 不少树木都被折断 地上都是飞机的碎片 这是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东南部科洛姆纳地区 一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航空公司的 苏凯超级喷射机100 当地时间12号下午坠毁 机上没有乘客 但三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 根据俄媒塔斯市 这次报道这架客机不久前才进场维修过 而且还有试飞 但这回却在起飞过后一个多小时 就发生坠机 因此坠毁具体原因 当局目前已经展开形式调查